最近没有被不公平的对待过 有啦 有一次我想到 我去泰国 泰国 你就是泰国 泰国的泰国小鸡 没有 我在海边就玩得很开心 都从早玩到晚 然后就越来越黑 然后晚上不是有夜市吗 然后就要去逛夜市 然后我就看到一摊在炸鸡的 我就看起来很好吃 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讲英文 我说麻烦给我一份炸鸡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老板鞭炸 然后我就想说 不好意思 我不会讲泰文 我只会讲英文这样子 然后她就跟她的老婆 就 还笑老板 那是泰国人 对 老外 然后就有两个就是哈哈这样笑 就回到旅馆 细细的照镜子 就想说真的 还蛮像泰国人 真的 其实像哪里其实不重要 有颗善良的心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玉兔最欠缺的 对 你说你刚才是为妹妹里面人员 最差是吗 没有 情绩人常常会警告你 对 就是这个状况是 譬如说我们之前就是 和妹妹是我们就是要主持 那个音乐的那个节目 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主持 然后譬如说她比较白话 然后那个 现场工作人员就说 帮玉兔旁边再多打一个光 这样就是有色差这样子 我就会常常被讲到这样的话 然后除此之外之后 我就是离开黑社会之后 我的经纪人曾经警告过我说 如果你再继续黑下去 我就要跟你剪 因为 不是因为你知道 其实女生皮肤黑 你穿衣服很挑 然后譬如说 如果说我今天上 譬如说美妆节目 我要穿衣服的话 其实大家我身上都是不好看的 而且妆也不好试 妆不好上 对 所以他们就是说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再这样 你可能接不了工作这样 他就想说 好 那我还是乖乖的 不要晒太阳防晒这样 这个也是一个经纪人 正在自己的立场来考虑 因为有时候 你太阳的搭配上面 真的是比较难 不好借衣服